黃醫師 很多病人都是糖尿病 所以糖某種程度 你說它是慢性毒藥也沒有錯 確實很多小孩吃到糖就開心了 所以吃糖跟吃糖的比例 真的跟飲食還有生活習慣息息相關 腎臟科醫師最大的功敵就是糖 因為我們的洗腎的病患 有一半以上都糖尿病 所以精緻糖是國人一個 未來一個很恐怖的問題 我先講一個案例 大家都知道吃糖要多小心 我那一天門診 這是前不久的一個案例 門診到一個33歲的 他來的時候找我看慢性生衰 我看一下他的基酸肝7.5 基酸肝7.5是什麼概念 可以洗腎糖尿病6就已經可以洗腎 33歲就已經到糖尿病可以洗腎的標準 當然他還沒洗腎 他說洪醫師你看我是現在 我在一年前100多公斤 他大概從小就很喜歡吃甜食 他食量很大 然後一直吃吃 他說從小就一直胖一直胖到18歲 就診斷第二型糖尿病了 他就開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就吃了一堆藥 直到他來找我的前一年 他發現不行藥物越吃越多 他去做了一個縮胃手術 做完縮胃手術之後 他的體重在這一年降了30幾公斤 最神奇的是這個是非常神奇他本來血糖藥已經吃到三顆血壓藥 他的血糖藥他自己就慢慢停掉了 他體重回到正常的時候他竟然糖尿病痊癒了 他沒有吃任何一顆血糖藥他才33歲 他竟然這是我第一個看到吃到三顆血糖藥他還可以逆轉回去 這整個體重這代表什麼 你的脂這是一個脂肪對你身體的破壞 可是很不幸的他腎功能有沒有回復 他腎功能其實因為是慢性破壞回不來了 我跟他講說第一個你要是十年前去把你那個所謂所提的 你現在腎功能可能是正常的 第二個你如果在從年輕的時候不吃甜食 你現在所有的身體都是正常的 所以你發現糖分對我們身體的破壞是多恐怖啊 好那我在想說我就把它整理一下 到底糖類對我們身體的影響有多大 大概其實第一個其實應該全身性的破壞 這記憶力損害記憶影響學習力 有一半以上的阿茲海默症 我們後來研究都跟那個胰島素阻抗相關 那第二個是會導致我們荷爾蒙氏影響情緒 他低血糖時候空腹肚子餓的時候情緒會不好 那那些很多人吃完甜食的時候心情好愉快 可是在戒斷糖尿的時候又開始情緒暴躁 所以他會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這大家都都有經驗 那增加口中形成蛀牙這大家也知道 那增加心血管的風險還有慢性阻塞性 心肺功能都受影響 因為它是一個慢性發炎 那改變我們腸道的菌蟲 那增加身體的慢性發炎 這個跟胰島素阻抗產生一些糖化中產物相關 那增加肥胖的機率 我們後來研究你知道從小每天吃一個飲料那種甜食 跟那種從來不吃甜食的 他的那個糖尿病的機率可以增加26% 然後那個代謝症候群增加20% 痛風增加86% 我們講增加肥胖之後後面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脂肪肝 肝臟不好 我剛講肺臟不好 心臟不好 然後糖尿病 所以是包括癌症都跟它息息相關 皮膚失去彈性 這個很多人都在做這類的研究 就是說糖化中產物在我們身體裡面 會讓一個人變得很老 他們就讓猴子吃那個含糖的飲料 吃甜食 那一個吃正常食物的 一隻猴子就變得非常非常老的猴子 所以這種原則是說 糖類對我們身體的迫害是息息相關的 我每次在門診要勸一個病人戒菸 還比較容易 要叫他戒糖 那個真的是非常非常難 我就舉一個案例 這是我很少成功的案例 她是一個上班族女孩子 才25歲 大學畢業沒幾年而已 她公司體檢 腎絲球過濾率剩下55分 這個叫慢性腎衰竭已經到第三期了 她為什麼 其實她身材微胖 我覺得我沒有看她的體脂比 可是我覺得她應該是有一個 應該脂肪比較多 她很多 我抽學看她那些什麼 三酸膏子也偏高才25歲 她說她從小其實父母親很忙 那怕她放學的時候回來肚子餓 冰箱裡面冰了很多那些 麵包 點心 巧克力 就是讓她自己吃 那她從此就養成很喜歡吃甜食 下午茶那種習慣 大學出去之後一樣吃 而且我驗她的小便 有一點點蛋白尿 我認為她可能先天性 就有一點腎絲球炎 加上吃這些甜食造成那種代謝的問題 造成她腎功能快速下降 那我跟她講說你要很小心 甜食要戒掉 不然就會走到要洗腎這塊 這條你才25歲而已 那她後來三個月回來 她真的有戒掉 然後她跟我描述她戒得多慘 她說她前一個月她說非常難 她只要她肚子會非常飢餓 然後情緒會變得非常不好 她身邊的人都被她得罪光了 然後她吃可是很奇怪 她一定要吃碳水 還有澱粉類還有甜食才能止餓 我們知道其實糖分 你只要胰島素阻抗一上升 胰島素高 你吃什麼蛋白質有時候沒有用 一定要吃澱粉類 可是她為了要克服這個東西 所以她就是不吃 所以她說她一個月 那個是生不如死很累很累 那後來一個月過後她就習慣了 那整個我看到她的時候 事實上她那些 她甚至有過濾55分 已經回到60分 而且她所有那些什麼尿酸降下來 三酸甘油脂降下來 那所有的她的便秘也改善 失眠也改善 而且皮膚她之前我第一次看她是很累 那種表情 就是皮膚是暗沉的 然後有一點痘痘 那這些整個都改善 所以你如果說 我覺得不是做不到 是要下定決心 可以把糖飲戒掉就戒掉 國外有做研究 糖飲的那個 她跟那個海洛英跟小老鼠 他們拿一隻已經 小老鼠已經海洛伊成飲了 讓她吃海洛英跟糖 讓她選擇 她還選擇糖 就是說她比海洛英的毒癮更難戒 然後那個所以我們講說 不是小老鼠而已 是人類都一樣 那我們現在每次看到我們大家小朋友 我們的那個珍珠奶茶 我們的那些飲料店是全世界密度第一名 超商夏天一來 大家要喝水就去喝飲料 這個是我非常擔心的 用那種自然食材的甜來養成小朋友 喜歡吃這種自然甜 而不是那種人工甜的那種果糖甜的那種習慣 那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你只要吃到不對的甜 後面也會有一大堆一大堆的問題 我那天就覺得 難道不吃甜就不會有甜的問題嗎 我那天碰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案 他是吃鹹的 可是吃到糖分過高 為什麼 那天有一個50歲的 那中年大叔來得之後很累 拿體檢報告給我看 他的空腹血糖118 正常空腹血糖100以內 126就是糖尿病 這個叫做糖尿病 前期又叫代謝症候群的範圍 那他就說洪醫師怎麼會這樣 我從40歲以後 他就不敢吃甜的 他說他吃鹹的東西 他血糖為什麼還一直高 他說他很喜歡 我後來問了他說的是 他很喜歡吃那些牛肉乾 豆乾 含甜 腰果 就是我剛講那些都是鹹的 可是你會發現 那裡面事實上藏的很多糖在裡面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個表 到底有哪一些東西是隱藏版的含糖的陷阱 你加工類的零食 零嘴 食物 包括肉鬆 魚鬆 這些裡面都含有很多的糖 我說你請把這些所有 你吃天然的食材 魚肉 淡奶 豆類 那些天然的食物 水果 蔬菜 那你不要吃這些加工類的食品 三個月過去 他的血糖就降到90 而體重減了3公斤 我跟大家講一下陷阱在哪裡 如果你一直在吃鹹的 你的血糖還飆高 你要注意一個是熱量過高 一個就是這些東西 陷阱第一個叫甜不辣的魚丸 香腸 火腿 肉鬆 大家知道甜不辣1.5條 就裡面就相當於15公克的糖 我們一天不是說25公克糖嗎 1.5條的甜不辣 那三顆魚丸就有7顆糖的在裡面 這非常多 那另外第二個叫 灌裝果 現打的新鮮果汁 最大的問題在新鮮果汁是很新鮮 我剛剛講說天然的食物 可是你把它打成果汁之後 升糖指數更容易了 而且台灣的水果太甜 所以我們講說第三個陷阱 叫小吃類的食物 你可能去小吃攤 叫了一個我們講說 甜製的那種叫做夏天 我們小黃瓜也好 或我們講說一些 很多的那些蔬果類都用甜製的 或說一些蔥油餅 麵線 春捲肉跟冰品這類 事實上糖濃度都很高 還有醬料大家都知道 番茄醬 醬油膏 醬油膏明明是鹹的 那裡面含糖很多 還有一些最近大家很喜歡吃一些 膠原蛋白飲 人參飲 絲物飲 你要喝起來酸酸甜甜好好喝 裡面也是加了糖 所以你要小心 如果你明明是吃鹹的血糖還高 你去檢視一下 是不是有吃到這類隱藏版的甜食陷阱 說到這類別裡 我就可以說到這類避